臺開公司最近屢屢爆出爭議 不僅多次遭到金融機構退票 而且財報也出問題 導致八月四號即將正式下市 那麼針對股東的質疑 最近兩次私募招募案 這定價程序有問題 臺開今天也發表聲明 誠心強調一切都是遵循法規進行 不過外界似乎是不買單 謹守多個土地開發案 臺開公司卻屢爆爭議 現在更宣布八月四號就要下市 這下股東們該何去何從 說重話要董事長下臺 眼看手上的股票將淪為壁紙 小股東們心急如焚 而掀開臺開公司 過去到現在的三大爭議 簡直是問題從生 一間正常的上市公司 為何財報會一坨再坨 財報年報也交不出來 然後第一季的季報也交不出來 那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公司召竊 我們的帳策召竊嘛 你是一個上市公司 其他的上市公司也是這樣子嗎 台開早就被金管會裁罰兩次 而最新聲明則指向有心人士 擾亂公司正常治理運作 才導致公司面臨下市危機 反倒有主管機關積極介入爭辦 不只財務糾紛 小股東再質疑私募案定價程序 根本有問題 之前的私募就因為沒有公開財報 遭到了三位讀懂全數反對 但是董事長依舊一意孤行 沒有公開財報的過程中 到底價格私募是如何決定 如果只是董事長的一意孤行 那麼小股東的權益 應該要由誰來做維護 台開聲明則強調都是依循法規進行 董事會也無權更改 企圖米平外界雜音 但仍無法掩蓋即將下市的事實 依據停止上市 但這決定能警告管理者 還是只是商級股東 未來你真的重新上市的時候 是不是這些特定人又有機會突利呢 投資人會不會又誤以為是有什麼利多 然後結果又進去又被割稻草 呼籲金管會等主管機關 都應該強力的介入與監管 各界呼籲要台開別再閃躲 並要有關單位好好調查 別讓既得利益者逍遙法外 借綜合報導